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索尔 本次要来谈的是 10月27号要推出的 匠星欲梦曲池中的4个新装备 以下分析以PVE为主要分析观点 部分谈到PVP 若大家看完本次影片 对于这4个新装备 有任何想法或使用法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小弟的时光卡看看聊聊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进入主题吧 首先是木星守护 这件事法身魔用的布甲 升满时魔防加10% 特效是 治疗效果提升10% 这件基本上就让补师增加治疗量用的 尤其是智力偏踢的补师 例如罗则希尔这类的 增加他的治疗量 以免回血却回不满的状况发生 或者是新手决断时智力还不高 称补量用 若补量足够的情况下 就不一定需要穿了 天女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于老手就是可有可无的装备 最多就一两件就足够了 再来谈谈苍白天启 这是一件非攻水赤用的皮甲头盔 升满时魔防加10% 特效是 行动结束时有50%的概率 使自身范围两格内的一个敌军 无法遭受治疗 持续一回合 晋疗在PVP中大多数的场合都没用 所以是很PVP向的头盔 但又很不好用 因为要两格内才会晋疗 除非就赶紫对类的那类的角色去装 打算有去无回的 例如阿雷斯等 冲进去打了之后补一下晋疗 加减转下 使用性感觉不大的装备 就是跟以前一样 用来乌兰卡池的装备了 接下来谈谈水晶风刺 这是一件不攻刺用的武器 升满时暴击跟暴击伤害提升10% 特效是 进入战斗权如果支撑技巧高于敌军 则本次战斗无视敌军20%防御 这件我觉得是很迷的武器 看起来特效是不错 但少了10%的攻击力 在PVP中打防相对高的怪可能还不错 但防超级高 无视防之后还无法破防怪就不行了 打防很低的可能伤害比进入攻还少 但防很低的随便打随便死 那就没差那么多 但相对的 假如已换掉进战斗当例子 就只能两格打人 遇到远程的就不能贴着打人 打怪的方便性相对下降 这点对于射程宫也是一样的 不能三格打 相较于射程宫进战宫而远 就变成只能打近战的 打远程的有机会自爆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适合常规带 再打某些王防1500以下的 或许可以试试 但目前打王大多不需要出道的弓跟刺 我想大概打4s5可能才用的到吧 或者纳姆带去打世界王的鸟王也不错 打到后面回合可以利用无视防打出高伤害 对于还没打到s的新手应该有点帮助 对于pvp可能好用一些 现在pvp大佬防虽然高 但应该还没高到 无视20%防御后还不能破防的 但现在高练白毛就要3c 不用这把也能秒 用了这把就是把目标放在秒狗或高防剑雷钉 但得牺牲了近战宫的近战法杀的机会 所以好不好用这就见仁静置了 看陆服的说法是得配合特丁打法才实用了 毕竟无论是近战宫还是圣人宫 本来就是很强力的武器 要把它替换掉就会有一好没两好了 最后谈谈阴暈之心 这是一件饰品 升满时全属性加5% 特效是免疫三抠诅咒 遭受治疗转化为伤害 治疗反转 施架治疗转化为伤害 这件也是感觉没啥用处的装备 上抠诅咒跟治疗反转PVE几乎见不到 所以装这个就是白装 PVP的话好像除了脏水流会遇到 但现在脏水流都用罗哲希而挡 除非全部都装 但全部都装的情况下又有其他破绽跑出来 看起来也没特别好用 真的用得到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人机吧 拿来恶心的装在骨具他身上 让鹰跟魔女都没用 可以疯狂回血 这样AOE自动流就被废掉了 所以最近一堆新东西都专门克制人机AOE 实在是非常糟糕 但这件一开始有BUG在人机武效 后面才修复 台服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等之后测试才知道了 对于以上四个新装备 大家有想好要怎么用了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做一下新装备的小结 这四件装备中 木星首付目前看起来 大概就罗哲希而用的到 其他补师大概都不需要 仓牌天启也是没啥用处 最多就是PVP充计打一波死 顺便上个剑鸟 用处很小看起来也是个窗库装备 水晶风势虽然看起来不错 但亏了攻击 也失去了近战功或升能功的特效 所以感觉也是不好用 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用 PVP方面就是让商机版卯 增加秒高练狗的机会 但也未必秒得掉 而且也会失去近战反打能力 感觉也没有那么必要抽 阴晕之心看起来PVE、PVP都没用 只能拿来人机压制阴或魔女等 但人机防守并没有非常重要 所以也没啥抽的必要 这次的事件新装备 对于PVE玩家而言 个人觉得都没啥抽的必要 圣魔金可以省下来了 对于PVP玩家而言 重要性也不大 就自己斟酌看看 但老话一句 建议大家量力而为 千万别应酬啊 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若有任何想法与看法 欢迎留言与我讨论 若本次的影片对您有帮助 也欢迎按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订阅后还可以按下订阅旁的铃铛开启通知 若之后有新的影片 您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咯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 有些文字资讯或一些特别消息 也会放在粉丝团上提供给大家 大家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